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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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北海道 札幌著名的地標 目不愈這座 札幌電視塔囉 登上掌望台 可以360度欣賞市區 和整條大通公園的美景 還有恐怖窗 讓怕高的人 事事感量 這次北海道 吃遍美食記之旅 就從這裡開始出發 大家好 我是偉來特派員Dona 今天我的搭檔Ken桑 他說要給各位一個完美的出場 所以我先請到一個特別來賓 來陪我開場 就是札幌電視塔的吉祥物 TELVIA BOTA 好啦 其實呢 剛剛Ken桑說的那個出場 特別的出場就是 他要從後面的塔上跳下來 我滿期待的啦 我想看看 它上面跳下來的時候 會不會尖叫呢 這個札幌電視塔 有147公尺高 聽說健衡要跳下去的高度 其實只有27公尺 大約9層樓高 哇 就連國小三年級的小朋友 也來玩 真是太有勇氣了 所以我想 這對已經是大朋友的健衡來說 應該不是問題吧 先給我一個 真的要跳 我說健衡啊 有好好的路不走 非要挑戰高空彈跳出場 現在知道害怕了吧 救命我不要走成了 看到健衡就在平台上 連我也開始替他緊張了 天長快要跳下來了 3 2 1 Dive 你 為什麼在這裡 節目的開場怎麼可以沒有我呢 你怎麼找替身 喂 喂 健衡 特地為你準備這個完美的出場 你怎麼臨陣脫逃啊 還找工作人員當替身 害我們都期待了一下 其實啊 我們的工作人員 也怕高跑到屁屁座 上場時 手腳都在發抖 不敢往下跳 還要求負責高空彈跳的人 推他一把 驚險刺激的高空彈跳後 趕快來去吃點東西壓壓盡 聽說只要去一個地方 就能吃遍北海道所有的料理喔 這麼好康的地方 就在札幌的大通公園 一年四季都有大型活動再次舉辦 像是冬天的雪季 夏天的啤酒節 秋天只有這次我們要去的 豐收美食季 哇 這個呢 我們看到了超多美食 對 好多店喔 可是據說 我們現在還不能吃 超大顆的 好想吃喔 但不能吃 聽說我們要完成任務啦 看到滿滿的北海道美食 劍橫和特派員都快受不了了 但每次都那麼輕易 讓你們吃香喝辣 觀眾朋友都看得生氣了 所以這次啊 決定要刁難你們一下 就認命吧 兩人玩骰子比大小 贏的人呢才能吃美食 吃美食 來 刁一就好了嘛 來個六吧 四 四 你只能骰到五或六喔 四算中間啦對不對 對啊 你只能五或六才能贏我 五 我贏了 劍橫 你運氣很好喔 躲過高空彈跳 還讓你吃到美食 但這次我們準備的獎金 只有五百日圓 你給我台幣五百還差不多 你幹嘛 真的耶 你意思 我人花多 可是五百塊就很夠吃了 相信我 美食季集結北海道各地的店家 而目前所在的四丁夢 許多店家 特地推出五百元銅板美食 所以真的不用擔心啦 五百塊其實我發現這裡的選擇 好像滿多的耶 選不出來是不是 這個 選擇困難症交給我 我已經選好了 不是 我已經選了 這個 等一下 這個有時間限制啦 好啦 現在幾點啦 現在 可以耶 差不多啦 時間差不多了 OK啦 螃蟹洞 四丁夢的店鋪 主打的是使用北海道的食材 所料理出來的美食 不過五百日圓的銅板美食 只有平日午餐時間才吃得到喔 一打開馬上 好香喔 好逼人 這個單元好逼人 那個螃蟹的海鮮味超鮮的 好煩喔 而且我還聞得到味道 我覺得每一口都是日幣五百元的價值 看看這碗銅板美食螃蟹凍用料實在 上面鋪著滿滿的松葉蟹肉 再淋上美乃滋醬 重點是一份只要五百日圓 CP值超級高 喬特派員可憐兮兮的 只能看別人吃 憲衡說他要自掏腰包請客耶 我不要喝飲料了 請我吃這個 這個超可愛吧 對 這個 對 一隻 一隻 看到可愛的冰淇淋 特派員的少女星瞬間爆發 這個冰淇淋一次就有兩個口味 白色的是北海道牛奶 灰色的則是黑豆粉口味 但剛剛不是說現行要請客嗎 怎麼變成他自己在吃啊 別再吃了 來問一下當地人推薦我們吃什麼吧 對 北海道拉麵也是必吃美食 剛好這一區有很多拉麵店 你們看看 有好多人或作或戰地享用著拉麵呢 現在我們來到了伍丁木 這裡是拉麵區 對 你到北海道的拉麵很好吃耶 而且好像很多名店都有來 沒錯 我一定要去選一個厲害的 等一下我們來PK 還要PK 對 五丁木香的店家們 都是使用稻鏟小麥製作麵條 活用北海道各地食材 當作湯頭和配料 想吃到北海道架槓拉麵 來這兒最沒錯 哇 這間店好多人喔 而且是干貝拉麵 那就拍這間一定可以贏CANSA 這間的拉麵好像滿有人氣的耶 派對人潮落意不絕 這家拉麵本來只能在北海道 二郭刺客海岩岸才吃得到 居然讓我們在炸黃的美食界上又到了 不過我說健衡 你手上的應該不是拉麵吧 我的是干貝漢堡 干貝漢堡 是的 厲害吧 聽起來超奢侈的耶 干貝漢堡好像有機會贏特派員喔 我在吃的時候 有聽到那個干貝被拉開的聲音 原來干貝漢堡內餡 是用春捲皮包裹著干貝再拿去炸 難怪這麼酥脆 我這碗拉麵的干貝呢 是來自二貨刺客海 只有在地理課本才會出現的地理 而且不只是干貝 其實它這個醬是干貝 鮭魚還有洋蔥 所做成的三大醬 它就叫三大醬 很厲害 二貨刺客海的干貝 好漂亮喔 它的干貝一咬下去就化開了 這碗干貝拉麵看起來相當簡單 但其實使用的食材可不簡單 湯頭是用干貝所熬煮而成 最高級的就是這個 從惡禍刺客海捕獲的干貝柱 整個干貝的精華統統都有了 那我覺得更厲害的是什麼 妳知道嗎 是什麼 是這個碗耶 對 這個碗 這個看起來好逼真的碗啊 我剛剛以為它是那個就是 陶瓷的 好啦 我覺得這一局我們算平手 美食季可不是一般的路邊攤喔 每個攤位都是實際開業的店家 所以連盛裝的容器也絕對不能隨便 必須保持和店內相同的水準 隨著時間接近中午 人潮越來越多 接著我們來到札幌民店 聚集的六丁木 這裡又有什麼好料在等著我們呢 哇 這一區的感覺又完全不一樣 對啊 好熱鬧喔 妳看大樹下 然後白色的帳篷 對 感覺很像是在歐洲耶 有陽光 有綠樹 六丁木的異國氛圍相當迷人 而且海鮮 牛排 異國料理應有盡有 能不能吃到這些美食 就看你們的運氣囉 兩人直擲筊 這什麼意思啊 直擲筊 擲筊就擲筊 為什麼要直擲筊 直擲筊呢 妳這寫錯字啦 最關鍵橫和特派員要來擲筊 我丟一正一反的人就能吃美食囉 美食 拜託 讓我吃到美食 我剛剛前面 第一場已經沒有吃到了 讓我吃到吧 笑什麼笑 搞不好你也指不到啊 我先跳個舞好了 我跟你講 跳舞沒有任何的作用 特派員也太衰了吧 又只能在旁邊流口水囉 牛排 它有一種咬勁啊 真正新鮮好吃的牛肉才會有的 肉汁好好吃 連肉汁都好吃 牛排的肉汁沾著薯條都那麼好吃 這排牛排實在是太厲害了 集合兩種部位的牛肉 一種是熟成牛肩肉 一種是集上合格膜 吃起來軟嫩多汁 這就是所謂的北海道幸福的滋味吧 他們吃的東西看起來很好吃 好多 你好 那怎麼會約來這個地方一起吃午餐呢 現在有四人 在衣服館旅行 所以現在是午餐 海鮮料理 果然是北海道人最自豪的美食 那既然北海道海鮮這麼厲害 現在就來問問兩位 關於北海道海鮮的問題 請回答出三種可以在北海道捕獲的螃蟹種類 這不難吧 中葉蟹 雪場蟹 毛蟹 你們兩個也答得太快了吧 不過還是按照遊戲規則 就賞你們最後一道美食吧 我只能說關主 你真懂我 因為其實我來之前 我就已經調查好 我要吃這個東西 它可是日本2017年的 炸黃甜點大賽的第一名 真的 炸黃甜點大賽最大的特色就是 每個參賽的甜點 一定要使用北海道產的食材來製作 而特派員所吃的蘋果千層酥 就是2017年獲獎的作品 它那個卡士達仙 它下面還有香草膩 這個餅乾有一點焦糖的味道 真不愧是第一名 超好吃的 酥脆的千層酥 是使用北海道產的小麥 香濃的奶油內餡 則是用北海道產的牛奶製成 而主角蘋果當然也是Made in北海道 食用前冰上覆盆梅醬 酸酸甜甜的更好吃 難怪能奪得甜點大賞 它是什麼 我本來以為中間這個是冰淇淋 它就是要跟著這個酥脆的可頌 一起吃 烤得酥酥的可頌麵包 加入一塊抹茶奶凍 抹茶的微苦加上奶油的微甜 甜度剛剛好 現在連北海道甜點也被你們征服了 肚子應該很滿足了吧 美食祭除了吸引不少觀光客 北海道當地的居民很享受在此聚餐呢 札幌的豐收美食祭 從早到晚都非常熱鬧 晚上微風徐徐 和朋友吃吃喝喝小酌片客 釋放一天的壓力也很不錯 當然如果你的目標是一口氣吃片北海道美食 鎖定這裡就對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